在测评开始前呢 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最近是得了这个重感冒 所以说鼻音会有点严重啊 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呢 对我的这个发音啊 还是多担待一下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玩的是快乐 分享的是心情 大家好 欢迎收看涛歌测评 那么今天呢 带给大家是这款来自于Hottoys公司出名的 钢铁军团IronLegend 在电影中啊 钢铁军团是由Tony制造 并且呢 交给贾雷斯操作的一支机器人部队 但是呢 却因为人工智能傲创介入的原因啊 变成了这个付出了联盟的敌人 详细的剧情咱们就不多说了 相信各位呢 肯定也都看过 说个玩具啊 这款钢铁军团的官方定价是1230块钱 我当初呢 是在翘皮沙预定的 各位预定的时候呢 其实也都可以去翘皮沙 价格很公道 我经常在他们家买 但是呢 这次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款机体啊 所以说抢先买了一个香港快货 但比较意外的是 即便是香港快货 也只要1200块钱不到 所以说估计国内大货到齐了 这个价格应该会很白菜吧 OK 咱们废话不多说 这款产品究竟表现如何呢 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测评环节 在包装盒方面呢 其实没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 整体呢 是延续了富士尔联盟2系列一贯的风格 正面呢 是这个机体的肖像化 加上一个大大的A字 那整个盒子呢 是采用了一个深蓝色和宁默黄色 作为一个主基调 比较符合钢铁军团配色的同时呢 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抢眼的 转到后面呢 就可以看到一些产品信息的介绍了 那值得一提呢 这款产品是MMS系列第299款产品 这个编号还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 另外呢 包装盒的外侧是一个封套 你把它抽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内盒了 可以注意到 在整体的内盒方面呢 只有一层配件也不算很多 不过钢铁军团本身 也没啥配件好附属的就是了 在主体方面呢 估计因为是一个纯机器人 而不是人需要穿的盔甲的关系啊 所以整体呢 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身形啊 有点瘦弱 而且呢 身上这个蓝白相间的配色 搭配的还是挺好看的 再加上有一些红色条纹的点缀 诶 这看起来倒是有点像 机动战士感达主角肌的配色 在头部细节方面呢 面罩的金色涂装 并不是很亮 感觉这个地方啊 金属质感略微欠缺一些 个人呢 不是很满意 不过 你可以注意到 脖子处的机械细节 非常的丰富 各种液压管的刻画 真的是我这种机械控的福音啊 另外呢 如果我们从侧面来看的话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 钢铁军团头顶缺的一块造型 真的很有趣 上半身细节方面呢 遍布全身的吊漆涂装 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了 同时你也可以注意到 身上的白色涂装啊 非常漂亮 而且呢 它并不简简单单 只是涂了一个白色而已 在充足的光线环境下 这里呢 还会泛出一些微微的蓝色光芒 真的是太惊艳了 同时 这个腰身啊 也挺细的 这算不算是A4腰啊 而转到背面呢 就有更多的银色机械细节刻画 让整体的视觉效果呢 瞬间就丰富了不少 另外 这个胸部装甲呢 其实是可以取下来的 你可以注意到 装甲上面 这个反应炉 这个槽 其实是一个空洞啊 而胸部的机械内构刻画的 十分出色 这么立体的一个内部机械细节 估计能让很多同系列的 钢铁侠产品 汗颜吧 下半身方面呢 双腿十分的纤细 而且呢 你也可以注意到 整体的造型啊 是偏向一个硬朗的风格 方方生生的呢 还是挺好看的 同时 装到后侧 你会发现 双腿的红色条纹涂装 也是不对称的 这里呢 其实全身的这个条纹涂装 都是一个不对称的造型 这样的整体看起来呢 就不会那么单调了 其实啊 相信大家也能注意到 这支奥创杂宾的编号是03号 这点呢 也是Hotways有意安排的 因为在电影中呢 就是这一支啊 变成了奥创马克一 不过实际上呢 剧中登场的钢铁军团 一共有五支 而玩具的编号呢 却只有03一种 其实我感觉啊 如果能把所有的编号 换成不甘交贴 让玩家自己去DIY的话 会比较有趣吧 现在做成这个样子呢 组小队的话 总会全是一个编号 很奇怪啊 同时也祈祷 其他编号的钢铁军团 不要后期给我来个限定就好 最后在对比方面呢 我们拿出同系列的 钢铁侠马克43 进行一个比较 那可以看出的是啊 钢铁军团的身形 还是要稍微瘦弱一点的 不过看惯了 平时一般钢铁侠的 这个圆润造型啊 猛然一看钢铁军团的 这个印朗风格 还真的是挺新鲜的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拿出 这个乐高版本的 钢铁军团做一个对比 其实啊 这也没什么好比的 完全就是两个系列啊 造型和大小方面呢 都是天差地缘 不过呢 这里也是提前和大家 透露一下 陶哥测评 日后呢 有可能会介绍 乐高方面的玩具哦 其实呢 大家也能发现 最近我一直在用 Play One G-HOME 这个APP来晒玩具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用它呢 这里有个理由啊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次 做测评的这个钢铁军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这里啊 有非常多的这个滤镜 可以看到 有什么鲁邦啊 九九 这些滤镜都特别好用啊 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 同时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贴纸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 我们经常用的logo的贴纸 虽然说来一个 跟它没有什么关系的吧 Star Wars 我们给它放在这上面 看起来的话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但是这个贴纸放上去就很好 而且可以看到 这个贴纸啊 它是可以自动放大缩小 都可以的 当然如果我们觉得 这个贴纸实在是 很暗眼的话 我们把它删掉也是可以的 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贴纸啊 给你的玩具图片呢 瞬间就增加上了 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 而且你会发现 这些用法非常简单 非常傻瓜 即便是像我们这种 不太会用PS的人 都可以P好自己的玩具 另外呢 这里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最近呢 我会选择来做视频的玩具啊 都会提前把照片 发在Play玩具控的 涛歌测评这个账号上面 所以呢 你们对于这款玩具 有什么想了解的 或者是你对这款玩具 有什么的看法呢 都可以发在 我这个图片评论底下 每期视频呢 我会选出一些 特别精彩的评论 节选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没错 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Play玩具控APP 关注涛歌测评 想上我的视频 跟我一起互动 就是这么简单 还不换行动其他 在发光机构方面呢 头部的开关 隐藏在这片装甲底下 那么可以看到呢 是这个开关隐藏的 比较深 所以说呢 平时我们不太好 用手去碰它 那么这里呢 我就用这个装甲 前面的这个东西 给它伸进去 然后呢 给它抠一下 就把这个头灯呢 给点亮了 不过这个地方呢 感觉开启的时候 略微有点麻烦 那其实呢 这个玩具里面 附属了一根塑料的 透明棒子 你们平时呢 也可以用那个东西 来打开头部开关 胸部的一个开关呢 是隐藏在背后的 打开这个盖子呢 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啊 着重说一下 这次钢铁军团 最大的一个改善 就是这样 它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电池舱盖的一个安装啊 不再是采用那个螺丝钉了 而是这样子一个卡扣式的 直接卡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说在我们平时 安装电池 或者是后期更换电池的时候啊 这样子一个设计 真的会方便很多 那么这边呢 有一个开关 我们给它拨动一下 就可以看到在正面呢 这个胸针就被点亮了 手掌的一个发光机构呢 隐藏在这片装甲底下 我们把它打开了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开关 我们给它拨动一下 那么这个手掌心的灯灯 就被点亮了 而在这个脚底的 发光机构方面呢 呵呵 连HOTOIS 1比4的 钢铁侠系列都没能附入 你这一个杂兵还像油 简直是痴心妄想 那么在全身的发光机构 都被点亮了之后呢 虽然说发光位点不算很多啊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效果呢 还是可圈可点的 因为这个胸部 内部的一个细节 包括这个眼睛灯 内部的一个纹理啊 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整体来说呢 我还是挺满意的 那么在可动性方面呢 虽然这个头部可以看到 360度转动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同时呢 这个抬头啊 以及这个低头 又有一个不错的幅度 因为呢 它这个球形关节 是在头部上侧的 所以说底下这个里面的液压管 完全是一个假的细节 并没有一个活动机构 同时呢 可以看到这个肩膀 也是360度旋转 毫无压力 另外呢 这里面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说微微的一些摆动 也是可以的 肩甲呢 可以向上这样抬起来一点 那么这个手臂啊 平举就可以达到一个90度了 另外呢 我们凑近看一下 这个肩甲内部的关节 就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居然是一个双重的关节 所以说 它整体的一个可动性啊 应该是非常的出色的 这个地方的设计呢 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然后呢 在这个大臂方面 也有一个旋转关节 360度旋转呢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关节呢 还是比较紧实的 同时呢 手肘也是一个双重关节 所以说它弯曲的一个幅度啊 也是大于90度的 这个地方的可动性呢 我也是挺满意的 手腕关节方面呢 可以看到它这里面 其实是做出了一个轴的感觉 但其实啊 这里面只不过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说向上向下抬起的这个幅度啊 只能说是一般般吧 然后呢 这个手指也是一个全可动的手指 可以看到它这个可动性啊 都是不错的 大拇指是一个球形关节 剩下的几个手指呢 也都是可以正常弯曲的 摆出握拳pose是没有问题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造型的原因 这里面的这个手指啊 都是一个单向的轴关节 所以说呢 弯曲没有问题 但是像我这样 扎开来的话 是做不到的 身体部分的可动性呢 可以看到这个腰部 向前 包括向后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幅度 同时向左向右的摆动 也是可以的 另外呢 这个腰部 做一个360度的转动啊 可以看到都是毫无压力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 这个腰部的可动性啊 是很给力的 下巴身的可动性方面呢 首先这个裤衩部分 是一个软胶 侧边的这个裙甲呢 也都是一个软胶材质 所以说对可动性啊 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那么看一下 腿部呢 向两边踢 大概这样子 就是一个极限了 同时呢 这个胯部啊 也有一个下拉式的关节 我们把它拉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向前踢的一个最大幅度 大概可以踢到这么高 那么向后呢 这个幅度 大概是这么多 还可以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 大腿这个地方 有一个横向的旋转关节 所以说啊 我们这次的钢铁军团摆出这样子一个 像是翘着二郎腿的pose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膝盖方面呢 是一个双重关节 可以看到 弯曲的一个幅度啊 只有90度多一点 那我个人感觉呢 如果这个地方的可动性啊 能够再多一点的话 那就更完美了 而脚掌部分的可动性呢 因为没有一个多余护甲的干涉 所以说左右的接地性啊 包括向上 向下的一个幅度 都是很大的 所以整体来说呢 这次钢铁军团的可动性啊 真的是十分给力 还记得那句话吗 能摆出杂地pose的钢铁侠 都是好钢铁侠 当然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 钢铁军团也不算钢铁侠就是了 在配件方面呢 可以看到这次钢铁军团的配件量 并不算丰富 当然了 在剧中的表现 也决定了 它确实也没有什么配件好附属就是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各部分的细节表现 在替换手型方面呢 这次连握拳手都没有附属 只附属了这样子一个发炮手掌 那么可以看出 在掌心这个地方 有一些战损的一些污渍涂装 那么整体来说呢 我感觉这个发炮手的一个造型啊 比较怪异 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把它画上去 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吧 替换的方式呢 也比较简单 直接把这个手型啊 卡到这个球星关键里面 就完成了 那么在发炮手掌被替换上去之后呢 我感觉这个发炮的pose啊 真的是有点奇怪 与其说是它是在发射一个掌中炮 倒不如说是 这更像是在还原剧中 那个第一次登场 安抚民众时候的手势了 另外呢 玩具附属的一对 这个手臂替换的导弹 那么可以看到呢 整体的一个细节造型啊 包括一个涂装 包括这里面一个机械的一个刻画 都还是不错的 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个地方呢 因为考虑到 它要安装在这个手臂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软胶的材质 可以看出 如果我不说的话 你们应该都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软胶的材质吧 那么可以看出呢 前面这个红颜色的蛋头 也是有刻画的 替换的方式呢 也非常简单 首先呢 把手臂上面这个装甲 给它取下来 可以看到手臂内部的 机械细节刻画 还是非常精致的 然后呢 再把我们这个导弹 给它装上去都可以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 这个导弹呢 它是分左右的 所以说在你平时安装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导弹的左右 给分清楚再装上去 那么在导弹配件 安上去之后呢 整体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这个造型啊 绝对比发射掌中炮的pose 要好看多的有没有 而在地台方面呢 就是付出了联邦二系列 一贯的棱形地台了 整体来说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这个地台上面 这个标志啊 似乎整体的设计风格 和钢铁军团 没有什么关系 感觉这个地方呢 稍微有点偷懒 造型方面 十分还原设定 涂装也相当出彩 特别是遍布全身的掉漆效果 以及在特殊环境下 会泛出珠光蓝色的白色漆面 再加上这个丰富的细节刻画 都让这款钢铁军团 在外观上看起来 是非常出色的 配件方面 虽然不算很丰富啊 不过优秀的可动性 也让整体的可玩度 上升了不少 属于一款适合拿在手中 随意把玩的钢铁匣 同时也希望电池舱盖 省去螺丝固定的做法 也能用到之后的 每一款钢铁匣身上 另外呢 这款钢铁军团 快货价格都不算贵 估计大货到了之后 应该会相当的白菜吧 总之 本品适合各位土豪 多卖几个回来组队 不过呢 它的编号都是03号 所以怎么看怎么怪啊 我感觉 如果编号能做成不干交贴 让玩家根据自己的喜好 DIY的话 那就更好了 总之 希望其他编号的钢铁军团 还是能够推出的 但是千万不要给我 做成限定的 OK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陶哥测评评 每期视频呢 都会优先在微信上推送的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IronTownSaver 与我一同探讨 另外 别忘了订阅和关注 陶哥测评的视频频道哦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下半身的可动性方面呢 首先这个裤衩 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一个软胶 侧面这个地方也都是 所以说 它对整个体的可动性 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么像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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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